各位同学,你的趋势如何牵涉到季节性? 这里头呢,刚刚谈了两大类型的趋势 第一个大类型的趋势是一种水平 Horizontal的一种趋势 同学看837的那个图啊 这是一个stationary,time series 它是不是stationary,它是不是水平子 基本上不做什么变动 或者是叫Horizontal,对不对? 记得吗? 那如果839月17至18的那个图的话呢 它不是stationary 它不是Horizontal,它是什么? 它是有一个慢慢攀升的一个群组 攀升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季节性的 所以一方面在攀升,一方面仍然有季节性 有高的,有低的,高点低一点的 产生一种季节性的,这一种现象产生出来 那么手续我们来看看呢 你有季节,可是却没有趋势 有季节没有趋势呢,我看来举一个例子 像836月底下,左下角有一个17至17的这个table 这个可以我们讲呢,每一年里头的四个季节 雨伞的消耗量,雨伞的消耗量呢,你把它画出来的话呢 它变得是有季节性的一个上下,高点低点,形成837页的那个图 在这个图里头呢,怎么样是处理这样的现象呢 还能提一个概念 同学以前我们学过Dummy variable 我们处理方式就是这样的 你把Q1,另它是1,那就是春季 如果你是春季的话,是1 那,如果非春季的话,非春季的话,那就是0 那,Q2是什么?夏季 非夏,就是0 Q3,秋季,非秋季 四个季节,用三个Dummy variable 对不对 Dummy variable 又叫什么概念 就叫Category variable 就是改的季节吧 那,如果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资料看出来 第一年 第一年的第一季,是春季 春季是1 Q1是1 Q2呢 因为是春季 春季的话呢,与非夏 秋季,非秋 也是一个礼物 第一季 第一季 第一季是春季,非夏,非秋 第二季的话呢 非春 第二季是夏季 四夏季,非春,非秋 第三季 是秋季 所以,非春,非夏 秋季 第四季,既非春,也非夏 也非秋 然后,你的revidence 是多少啊? 表示这是revidence 就是你的实际的 呃,销售 一百二十五 第二季销售多少 153 第三季 106 第四季 第四季 八十八 这是第一年度 第二年度呢 一样的 第二年度 这四个数据多少 118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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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3 12 13 13年 你依此类推 一样可以做到 第四年,第五年 你把所有的资料 一够二十笔资料 二十笔资料 消上它的revidence revidence 是它的y 是它的因变数 也就是它的e变数 也就是它的e变数 dependent variable 那前面呢 这三个 是它的gumming variable 也就是它的 自变数 independent variable 把整个资料去交给的 回归 你会得到一个 你得到回归顾色线 回归顾色线呢 帮你跑 跑费的结果是什么 在837页中间所写呢 你的sales呢 就是你的y 95加上29 成分上q1 加上57 成分上q2 加26是q3 在这个地方 注意一下 837页的for order4 另外一个东西写错了 这个第四行啊 order4等于sales 加 sales等于95.0 加29.0 成分上0 加到57.0 成分上q1 第四季 第四季的q2 应该是哪个吧 是哪 它怎么写 order1呢 怎么写1呢 它这边改一下 它不是1 它是0 第四季的 那三个q都是要0 才对 它只要95 好 看到地方啊 它写错了 定错了 好 那么 你跑出这样一个回归顾色线出来啊 嗯 你看838页 翻过来17 18的这个 这个表啊 里头的数据 这是我们刚整理出来的东西 你把这东西交点回归 你可以跑出回归屋设限出来 如果 q1等于1的时候 q1等于1是代表春季 所以春季的Wi-Fi所造 春季是q1等于1 那其他两个 q2 就最多等于1 所以你代表春季 所以代表春季 你代表春季的Wi-Fi应该是9 15加上和 那其他都是等于0 所以这个是什么 一百二次 一百二次 Q1等于0 Q2等于1 Q3等于0 这种季节叫夏季 夏季的Wi-Fi 只有5 但是Wi-Fi 95加上 Q3等于1的时候 秋季 秋季的时候 我还是有数字加大 2 是吧 18 那 冬季呢 冬季的话 冬季的话 Q1 Q2 Q3 都等于 就是冬季 冬季的话 就是冬季 124 152 121 195 如果可以得到这些数据 这4个G 分别得到的数字 就是事实上 这边有一个 比较奇妙的现象 事实上也不奇妙 或者说是很有趣的一种现象 所以你看一下八百三千 最底下的这个表 哈马呢 过去五年 每一季的数据 求平均 你得到五年来 凡此是春季的话 相加吹舞 平均是124 诶 124是不是这个 啊 五年来的夏季 凡此是夏季 都相加吹舞 得到结果 152 就是这个 秋季相加吹舞 得到结果 121 冬季呢 得到结果 95 95是所有冬季 相加吹舞 是95 这四个数据啊 是我们做过回归 孤色线上面所得到的 居然 就是过去五年来 所得到的数据的经约 所以你所得到的回归的 孤色线出来的话 你把Q1Q3的值 突然带进去 你可以得到一个 可以得到一个 YPAC 这个数据量出来 就是代表 过去五年的 每一季的平均量 就可以当做 未来的一个数据量 最后这句话 更加吹舞 你只要把过去五年 所得到的平均 每一季的平均量 就是等于 你用回归孤色线 所预设出来的 未来的 分下做出的季节 所以 在这个地方 没有趋势的情况下 你所做的 回归孤色线 的一个方程式 你是用这种方式 因为它没有 它没有趋势的概念 所以这地方只要拿三个 这个 可以来当做它的 固色的一个模型 现在如果你的模型 不是一个水平的时间序列 而是一个有上升的 有趋势的一种时间序列的 你所做的一种 模型就不太一样了 所以同学不一样 所以我们加一个时间 代表时间的一个字边数 下来 这个模型 你刚刚这个模型 多一个字边数 多个时间点 下来 你这个量 春夏秋冬的量 它会水平的时间 跟一样 可能一样 低点也是一样 不管是哪一季 水平的时间 你的年度 不断往后延伸的话 你的量 会跟着 会拍升上去 所以我们才 在这个地方 加一个代表时间的一个积极 所以这样你的 你的模型 你同样的把这些数据 交给 你你看 我可以看一下 它现在这个数据 换成为另外一种数据 17是19 这个黑黄头 现在不是讲Umbrella 不是雨伞的消耗量 现在是讲电视机消耗量 过去 四个年度 危机的消耗量 我可以看一下 839月的那个图 就是它四个季节 和消购的情形 那现在是多了一个T啦 现在真正的数据应该是 17至20 840页 这边的这个数据 你看它 每一年一样四季 Q1 Q2 Q3 就是跟刚刚一样的 这个代表天下Q 那么 Period 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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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4 Q3 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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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5 Q5 Q4 Q5 Q4 Q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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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3 Q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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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 Q5 Q4 Q5 0.0在Q路前0.30是Q3 加0.146的 PERIOD 就是它的时间 它的P 这样一来的话呢 同学你看看 我可以把Q0,Q1,Q2 后面带1 进去 我可以对每一个季节呢 得到一条回归辐色线 同学你看它的 它的数学是 Y,K,等于多少 这个是对任何一季来讲 都可以这样用的 那现在开始 我们如果是对春季的时候 春季的时候 你的Y是做什么 Y是7万剩1 其当是等于0 所以是6.07 减加1.36 乘以1 然后加上0.146的 这结果是多少 4.7 加0.16的 夏天是多少 收到 6.07 减掉2.03 加上0.146的 结果收到 修 6.07 选择 0.304 加上0.146的 结果是多少 中季 中季 我来看 6.07 直接加上0.146的 所以哪一季啊 哪一季都有它的 我会辐色线 最显然的它是什么 你看啊 结局哪个最大 6.07最大 我会辐色线 16.07 回约图色线 这是中季 这是 WiPad 6.07 加0.146的 这是 WiPad 6.07 加0.146的 这是 这是 秋季 WiPad 5.77 加0.146 加一个 4.71 WiPad 等于 4.71 加0.146 加一个 4.14 4条 微信不测线 协力一模一样 平行 所以它的捷径不一样 你可以得到 我追下秋冬 就发现 这只存 下 好 同学我们注意一下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 模拟的方式呢 都是用季节 一年有四季 然后设三个 Dumming variable 去模拟它 季节的这样的一个 模拟方法呢 也可以用在 好比说你是 一年有多少个月 十二个月 十二个月 十二个月那你要设 几个Dumming variable 你可以设 十一个Dumming variable 你懂得吗 那你这里 比如说十一个Q啊 或者十一个M M 对不对 那一月就设 多少 一月就设 M1等于0 其他都是0 第二月 M2等于1 其他都是0 什么意思吗 你要可以去模拟呢 你的数据 如果是 你月回单位了 或是一周 好像说我们说 一年五十二周 那你可以做同样的变化 一天 一天可以分 四个时段 六个时段 每个时段 如果是四个小时 六个小时的话 你一样可以做 类似这种东西的模式 所以 这边这个概念 不是只有 用在季节上 它可以 用在同样的 这种情况下的表达 像刚刚 这一节所谈的 设 Q1 Q2 Q3 Dumming variable 这个地方 当然不是用 TimeQ的方法 而是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方法 用回归的方法 对不对 你只要设好了 你的 Dumming variable以后 你加给回归 回归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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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最后一节 17至6 Decomposition 可以解决成 它是种分解 把时间序列 做一种分解 你的时间序列 一开始的时候 工作了 你的整个的 YT呢 可以看成是 额 这是不规则的 Degual 规则 不规则的部分 是算Render 你同樣開同樣條道路 每天開同樣條道路 每天輪胎如果壓迫的 其實不會完全一樣 對不對 一定會有些地方會有一些 閃啊 閉啊 或是 不斷這一類的狀態 所以難免 大的角度來看的話 你走同樣條道路就沒有走 可是你會有一個些微的變動 所以你看我們的時間區域 表現方式也是這樣 你看 這邊總體來講的話呢 你也是一個大的 Train 可是呢 由於呢它有一個 細節性的 一個造型 細節性的造型 所以Train 當作一個詛咒 環繞在這個主軸上面呢 它有一個 季節性的高點 怎麼樣讓你的季節性的一種 一種指標也好 一種證據也好 乘上著你的主軸 產生一種呢 高點的效率 反映出你季節的一種現象出來 然後呢 那這個只是季節性的欠強的一種反應 還有一個反應是什麼 規則的 你看像這種地方 為什麼會是小地方這樣 會有一個 上下的一個變動 就像你看 股票 股票的一種變動 股票會有一個 局部性的上 會有很多的 震動擺盪 每天它不會都很激發的 那每天很多地方都很多的這種 上下凹不不停的一種 震動的情況 這種情形完全是也可以可能的 完全是沒有規則可談的 我們口氣的方法叫根的 就是 一種 隨機的 一種現象 你把這三種 層次 把它做相承 你也可以把這三種層次 不走相承的路線 你把它走什麼 相交的路線 相承的路線 我們通常叫 Multiply multiply multipSoftous multipieves 然後呢 如果呢 它可以相交的話呢 這個就叫Alebay 还有就是可以相加 可以相加跟可以相谁也说不懂 你头就下来看 相加的意思 夫妻两个人的收入 画一题 夫妻夫的收入加上妻的收入 两个相加一种收入 夫妻两个的收入 相成金 家庭总收入 各位同学 这当中表达方法代表这两个夫妻 赚钱的方式有何不同 你必须理解 为什么这参加这个人是相成 为什么这个叫相加 相加跟相成 意义上同有不同 脑袋不同 合水变相成 相成是什么意思 相成是夫妻赚六块 哪一块钱妻子都把它放到两倍 懂的意思吗 或者是妻子每赚一块钱 先生都把它放到六倍 那如果是相加的话 那是先生赚六块 太太赚两块 家庭总收入八块钱 我们再看一种现象 夫妻七两个这种收入 只要有其中一个人 是没有收入的话 即使另外一个人 有非天重地不等你的话 他还是理 所以相成就是这样的现象 其中有一个东西是理的话 另外全部都是理 归理 相成就是这种样子 那如果是相加的话 哪一个 哪一个 如果身体不适合 他或是说他多少钱去了 那 你还可以说 就少一份 还是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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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解释一下 这两份 什么样不说 所以multiplicative 的概念 跟agitive的概念 就是纯粹就是反映出的 一个是可以相加 何时可以相加 如果是相加的话 如果是相加的话 代表了先生算先生的 太太算太太 然后每一个月 薪水砸坏的时候 百年征重的相加 会开始动 这个月的总统 对不对 所以两个是怎么样 两个是不相干的 两个是不相干的 两个是各自打电 得了结果相加的 相成是什么 相成看起来不是毫无相干的 你能够做什么事 要不取决另外一个人 提过你多少子弹 你能够做什么事 对不对 这个人有知心良意 拿出来的话 透过这个先生 善于 善于策略 善于做 策策略 善策略 善策略 善于做某种的策划 我想要策划 善策 所以你太太 提供子弹给你 几乎你老太 善于策划以后 你把它放大了几倍 它每一块钱 你把它放大六倍了 它两亿给你 你把它变成十二亿 你懂的意思吗 善策 还是变成十二亿 对不对 两个的钱 就变成相成了 那你看 如果这样一来的话 你们两个人招募 是不是两个都要 各尽所利 不能有任何一个人 做偷懒 他也在提供钱给你 他只要提供你的钱 是zero的话 今天你脑袋费 又是筋骨脑 也是变成五倍 对不对 那你脑袋很好 他也如果没有提供你 任何指账的话 你还对不出什么 这两个 结果一定是吧 相成继的 所以相成继是这个概念 你记不记得我们在第六章 十六章里头的 第二个例子里头 谈到什么 谈到广告的量 要配合什么东西 要配合定价 对不对 价位如果很高 高达到每一只牙包 三块哪些的时候 不管你广告再花多少钱 那个销售让始终起不来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定下 一条牙刀 比较一块钱给你 那你稍稍呢 在广告额度上 稍稍加一点 它立刻量可以吹出来 对不对 那种现象叫什么 现在还记不记得 叫什么 联动 英文叫什么 interact 所以 如果有一些联动现象本身的话 我们要在自变数上 我们要加买一个 加什么样的变数 加什么样的自变数 你记得吗 有联动有interact的时候 我们在自变数加买一下 加什么下 两个东西的相成 对不对 记得吗 那个时候 同学可能对 这个体量还是很深 现在如果把它结合 夫妻两个人 总说如这两个人的力量的 各自力量的相成绩 而不只是相加的时候 你就可以了解了 何时做相加 各自独立的 不相干的 何时做相成绩 对方的力量 成让你自己 相成起来的话 你的总力量 所以如果 你两个夫妻都同心 同力的话 再加上善于策划 就可以了 夫妻同心 立刻断斤 就相成以后的效果 所以两个人 如果合作的结果 是一种相成绩的效应的话 跟两个人合作效果 只是相加的一种效应的话 这两个是不同境界 不同概念 所以看到这样的解释 所以我们的理解是 如果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是0的话 全部都0 懂得知吗 不知道这个团队是什么样的团队啊 只要其中有一个人没有来的话 全部都报告 那是什么样 什么样的情形 只要任何一个不使力的话 全部都完蛋 马河是不是这样 马河的时候 只要 你20个人 我20个人 大家要拉回 只要其中有一个人 他不出力的话 全部都完蛋 所以把我力量不只是相加 他有一种 互相欺挡 产生相持绩的效应 一个团队 应该是什么样的情形 比较好 相持人 力量 力量可以放大 你的力量多少 承造我的力量 所以每一分钟 你的力量我可以帮你扩大 每一分钟我的力量 你可以帮我放大 所以夫妻两个人 或是任何一个团队 如果能够用相成绩的方式 达成合作 那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境界 所以相成基 跟相加的概念 这两种境界 不一样 那问题就是说 我们的时间区别 到底应该是用相成还是相加 这是不一定 要看清楚啊 那如果 这样的理解的话 你可以说 如果你的 纪别性教育 事实上是相成的话 代表说 你的总量 会随着你的趋势 不断放掉的结果 所以让你的总量 会随着趋势 增加 或是減少 这边的落质相加的话 你的趋势就是趋势 然后加上 你应该得的东西 这样 它不会因为 你趋势走到 21世纪 或是走到 20世纪 19世纪 哪一个时代 你的时代 归离时代走 不会影响到那些 没有相成 可是这边 如果是相成的话 代表你的时代 不一样的话 你的季节上的一个变动 会跟着时代 而有种不同 所以 它所有的component 彼此间是有相关性的 有相关性的 有相关性的时候 有相成的 你的力量有多少 你走到哪一个时代 然后 层上呢 在那个时代 会产生的季节性的现象 所以 这些东西是 超度相关性 比较相关性 所以 有相关性